本港累計8宗確診案 其中一人轉為嚴重 港大預計 内地帶城市戶都會有本土傳播爆發 除了限制湖北人入境 要研究如何多走幾步 陳肇始說今天會再商討更全面措施 另外總理李克強去到武漢視察防疫工作 先由尤俊華報道今天口暗的情況 以及陳肇始點說 零時零分開始 湖北省居民同14日內度過湖北的人 都不准入境香港 在羅湖關口 內地邊檢這邊要填寫健康申報表 大唐碧滿填表和等候過關的人 但就沒有人探熱 非香港居民只可以用櫃桌入境 不可以用醫道 入境處人員會憑簽註 識別湖北省居民 那怎樣分辨旅客過去14天 有沒有去過湖北呢 當然都是他自己要說的 會問他 然後他都會提供資料 但如果他去過又不說呢 永遠不是一個百分百的情況 所以我們當然第一就呼籲大家 一定要如實地去說這個情況 第二就是會有罰則 過完關出到來羅湖港鐵站 港鐵就加派人員用竅滑水消毒設施 又有廣播叫人注意衛生 西九龍高鐵站也都有內地人說 入境的時候要搭是否去過湖北 但就擔心會不會個個說真話 我自己也怕他去過湖北那邊 然後把病毒就是去報了那些信息 然後把病毒帶回來 然後因為我們都一家大小嘛 我們都怕會被傳染到就被隔離 這個應該是自己 會不會全面封關呢 陳少始就有保留質疑完全無出無入 是否可行和馬上實行到 有線電視記者由進謀不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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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手掌握有線新聞